請一下王老師 我們如果運動以後 當然要去衝掌 那這樣到底是帶領我們 接近絕命終結站 還是遠離絕命終結站 好 馬上衝短命 邁向絕命終結站 所以要等他乾嗎 所以不會都得分嗎 對 因為其實還是要隔 冷熱水有差嗎 沒有 冷水跟熱水都一樣 都一樣 你的做法 過熱或過冷都不行 Junior 你滿分耶 Junior 那個 你太誇張 根本找我來招集貼紙 你為什麼 不是 因為你馬上洗熱水澡 或馬上沖冷水澡的狀態之下 因為你肌肉還在恢復跟修復的狀態 那你的大腦跟你的心臟的 供血就會不足 當這個東西供血不足的話 你剛才說對 雅蘭剛才說對 中風的機率很高 心肌梗塞的機率非常非常高 休息一下下 擦個汗 喝杯溫水以後 才去沖這個冷水澡跟熱水澡 重點喔 老師說喝的是溫水 因為很多人會就是喝冰水 因為你的身體那時候加熱 你如果冰水下去的話 淒一點就像那個鐵有沒有 對 我們跟打鐵的行動 打鐵師傅那個鐵不是放到水裡面來 對 冒煙 對 那你的肚子現在就冒煙 對 所以這個腦的缺氧跟休克的發生率 就會非常非常高 而且剛才還有一個危機就是說 如果你馬上沖冰水下去的時候 其實你呼吸道是比較不好的人的話 會容易 有些人會引起氣喘 對 馬上就會變成氣喘 所以你看如果馬上要去沖澡這件事情的話 應該要稍微停一下 而且是溫水澡 不宜太熱也不宜太冷 這樣子才是剛剛好 不過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的節目真的很感興 真的 為了怕你們提早拜拜 我們節目今天請我們的醫老師 要幫我們帶來一個養生的料理 大家吃 讓你們能夠 妳姐老師講到125歲 我們今天要教的就是 養生長命菇 吃了會長命 就要那兒多喝兩碗 真的 因為在這麼多不良的飲食習慣 生活習慣之下 所以我們需要長命 就給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我們主要的材料有 然後還有這個去皮的雞腿肉 然後再來各種不同的菇 還有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可以幫助肝臟解毒的青花菜 那這些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這些菇類它其實都是有多糖體 可以增長我們的免疫力 那另外就是說有一些不好的東西 我們剛才說肝臟還有腎臟 還有最後就是一個腸子 那所以菇類其實纖維很高 所以可以幫你把這些毒素都給帶走 那它很簡單 其實剝皮辣椒就一罐嘛 你就把它倒進去那些湯汁 湯汁也直接下去 對…再加上看你喜歡剝皮辣椒 這個量是多少丟進去 那其他的東西像雞胸肉 就是稍微汆燙一下 然後丟進去 其他的東西統統都放入電鍋 這樣就OK了 它湯頭好甜喔 對 怎麼那麼甜 所以圓珍這種口味你可以接受嗎 我覺得這個比麻辣鍋好很多 因為麻辣鍋的湯我會喝 可是那個紅紅的看起來 有點恐怖 所以可以用這個取代麻辣鍋 真的 這是另外一種麻辣鍋對不對 就是對於喜歡吃辣的人 他會享受到辣的感覺 可是他至少是很健康的 對 因為其實我們剛才有在講 最後一集是運動的那個部分 其實要提醒大家 其實運動的時候 我們會消耗我們的肝燙 所以我們終於把熱量消耗一部分了 這個時候就會建議 如果你是積極要減重的人 就可以不要澱粉類 然後那我也要鼓勵大家回家吃 你看一鍋的電鍋是很簡單 但這個裡頭並沒有澱粉類 但是因為它有大量的蔬菜 還有優質的蛋白質 所以可以讓你長肉 但是不長胖這樣 長肉不長胖 這種養命鍋一定要多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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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每天有一句相語說得很好 說吃人一口 行人一道 其實這是有一個歷史的電鍋 它是在漢條 漢信 年輕的時候 無所事事 每天都在那裡 沒有飯好吃 結果在那四三老婆看到 可能他所以讓他一口飯吃 漢信他發誓他說 如果有一天我可以成功 一定會好好補搭這個老婆 當有一天 漢信做到夕方的時候 請人拿一千兩元的黃金 來搭乘到這個老婆 所以過期歷史上 有一個疑犯千金 那就是說我們台灣的方向 我們希望說 我們可以受人 滴水之恩 可以永泉與報 當然當你們做得到 大家在困惑的時候 救急不救窮 跟人家拉一把 沒得到一後一賣 當然有困難的時候 幫我們幫忙 所以大家另外一句話說 人情老一散 日後好笑看 當然社會上 也有一些人 他可能是真好 他對用無禮貌的態度 來對台南 這個時候 也有一句話 我們就先跟我們說 好書 你就把它放在心頭 如果難書呢 放水流 這樣你在我們人情社書裡面 對 在我們人情的經營裡面 你就是一個成功者 我們可以照顧